这是民进党的三只小猪 而这一边是国民党推出的平安福 蓝绿周边商品成了抢手货 如今摇身一变 变成路口好吃的蛋糕 这一款黄色小猪 师傅做出半壶形蛋糕体 柠檬酱搭配白巧克力做成糖衣 另外再将面团搓成猪鼻子 四肢及尾巴 就是代表民进党的小猪 至于蓝营的平安福 草莓口味的蛋糕图案有国民党灰 黑巧克力酱写台湾加油 再来一匹马当点缀 现在在险级 一个是马一个是猪 刚好把他做成一堆 昨天高雄市很像有很多的一些 竞选总部成立 那昨天的销售量应该是最多的一天 昨天总共贩卖大概三四四颗 随着选举脚步逼近 蛋糕师傅订单逐日增加 至于两款蛋糕哪个最受欢迎呢 两种蛋糕你想要哪一种 小猪 平安福 平安福 小猪 统计两个礼拜 各卖两百五十个左右 人气平分秋色 从蛋糕销售数字 似乎反映蓝绿气势 旗鼓相当 三地新闻宋鹏 土永泉高雄报道 五十五十二百个月 林这两百九十五百个月 我们下一个小ك rozm 二十五百八十五百八十五百八十四百四百八十七百八十八十八十五百六百七百八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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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百八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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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